医院里来了一名特殊的病人 从进门开始 他的小拇指就在不受控制的抖动 起初医生并没有在意 以为他只是在抽筋 直到类似的病人越来越多 大家这才意识到 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与此同时 医院的产房里也出现了诡异的一幕 这些原本应该白白胖胖的小孩子 全都变成了混种人 有的像猫 有的像鸟 还有的像刺猬 总之就是不像正常人 就在这时 电视上播放了一则紧急新闻 原来是一种新型病毒 开始大规模爆发 这种病毒不仅传染性强 而且这死率非常高 小拇指不断抖动 就是感染病毒的症状 一时间 整座城市都笼罩在病毒带来的阴影之下 人们不确定混种人的出现是好是坏 但能肯定的是 他们和病毒之间存在某种关联 于是一些极端分子 开始对混种人进行毒杀 为了躲避这场灾难 一位父亲带着自己的小鹿宝宝 来到一处与世隔绝的山林 并在这里用铁网建立了防护区 随后他又找到一处废弃的破房子 决定就在这里安顿下来 经过父亲的精心布置 破房子变成了两人温馨的家园 为了让孩子能够学习之时 父亲只能自己动手 给小鹿制作漫画书 就在这时 小鹿突然开口说话了 这让父亲感动不已 觉得自己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时间一晃而过 昔日的小鹿宝宝已经长大了 但他的鹿角和耳朵却格外显眼 父亲也会时常叮嘱小鹿 这天小鹿正在外面读书 但他灵敏的耳朵听见了身后的动静 转头一看 原来是一头觅食的梅花鹿 小鹿看着他的耳朵和自己一模一样 心想着肯定就是自己的妈妈 于是小鹿兴冲冲的逃回家 将鹿妈妈的是告诉了父亲 还说想和鹿妈到外面去玩 无奈的父亲只能吓唬他 防护区外面到处都是坏人 只要走出去就会受到伤害 就这样又过了两年 小鹿已经长成了一个大男孩 而他头上的鹿脚也愈发明显 这天他在路边看到一串脚印 以为是鹿妈妈留下的 于是跟着走了出去 小鹿顺着脚印 来到父亲建造的铁网面前 却发现这里有一个巨大的缺口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小鹿闭上眼睛将一只脚卖了出去 然而却什么也没有发生 于是他又壮了胆子往前走了几步 这是他第一次走出森林 感受外面世界的辽阔 这是不远处传来一声野兽的咆哮 小鹿想起父亲的叮嘱 于是转头就跑 父亲觉得儿子不听话 自己千叮万主让他不要走出铁网 而小鹿也觉得被父亲欺骗了 走出铁网明明什么事也没有 随后两人不欢而散 就在父亲准备回家的时候 却发现有人闯进了防护区 于是便带上家伙找到了入侵者 对方声称自己只是迷路了 想要进来淘口水喝 但是父亲态度强硬 又莫过假装裂枪 让男人立刻离开这里 这时小鹿却突然发出响动 等到父亲再回头 男人已经不见了踪影 不过他却在铁网上留下了标记 为了保护儿子 父亲决定去铲除这个隐患 迎走前还将小鹿藏在了一个密室里 并告诉他在自己回来之前 千万不要走出来 等到傍晚时分 小鹿听到一声惨叫 于是拿着弹弓走出了房门 去看见亮相走回来的父亲 他告诉小鹿麻烦已经解决了 说完便云倒在地上 不知所措的小鹿 只能将父亲带回家细心照料 他还不知道 父亲此刻已经感染了致命的病毒 等到第二天 父亲强称的精神醒了过来 他知道自己再也没法保护儿子 于是反复叮嘱小鹿 说完两人还拉钩约定 随后小鹿去捡鸡蛋 准备给父亲做一份早餐 路过小西的时候 那鼓足勇气往前跳 这次他终于做到了 小鹿兴奋地跑回家 想把这件事告诉父亲 却发现房间里一片死寂 父亲已经永远地离开了 以后无论遇到什么麻烦 都只能靠他自己去解决 好在小鹿已经能够自理更生 一日三餐对他来说不成问题 但有些事也经常让他感到头疼 失去了父亲的庇护 小鹿只能自己干各种杂活 这天他身心疲惫地躺在床上 却无意间发现了 父亲留下的一张藏宝图 照着上面的提示 在树下挖到了一个箱子 里面是父亲半辈子攒下来的积蓄 小鹿把现金和银行卡丢在一边 这些东西对他来说一文不值 随后在里面找到一张金发女人的照片 能被父亲如此珍藏 那他肯定就是自己的妈妈 这时小鹿注意到 照片右下角有一串字母 写着科罗拉多 小鹿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 于是抱着箱子回到房间 打开地图仔细寻找 果然上面有一个叫做科罗拉多的地名 于是小鹿收拾好行李 准备出发去这个地方找妈妈 就在他推着小车来到铁网面前时 却被一股七一的香味吸引住了 小鹿转头一看 原来是一块巧克力 他捡起来尝了尝 这味道真不赖 好吃的连耳朵都竖起来了 就在他想捡第二块的时候 一只弩箭却朝他射了过来 原来这是猎人射下的陷阱 惊慌失措的小鹿赶紧躲到灌木丛里 但他很快就被猎人发现了 两人还在讨论 这么大的混种人十分罕见 要是卖出去肯定值不少钱 正是不远处一发子弹袭来 将其中一个猎人打翻在地 小鹿被吓得连连后退 正好撞到一个身形魁梧的胖大叔 他不知道这三个人是不是一伙的 于是站起来拼命往家跑 并躲进了密室里 谁知胖叔也跟了上来 他找到了小鹿的藏身点 并已把将他抓了出来 不过胖叔并没有对小鹿下手 反而还提醒他外面很危险 不应该一个人乱跑 说完胖叔就准备离开这里 临走前还用交代修好了漏水的管道 小鹿知道胖叔不是坏人 但同时他也记得父亲的教导 不要随便相信陌生人 等到胖叔走远后 小鹿突然想到 自己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 要是能够跟着胖叔 说不定还有机会找到妈妈 就这样 小鹿带上妈妈的照片再次出发 他利落地翻过铁网 然后循着胖叔的脚印追了上去 不知跑了多久 他终于看到了胖叔的身影 而小鹿的冒险之旅 也将从此刻正式开始